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蓝莉王在玩种人要中 隐身能力算是最强的一个啦 除了能看到头上的感叨号外 基本无法判断他的位置 而最近有些玩家表示 蓝莉王的隐身能力会因为辅助而改变 比如遇到大乔迷失影这些 那么蓝莉王遇到这些辅助 真的就会影响蓝莉王的隐身能力吗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看看 首先测试的是大乔和蓝莉王 蓝莉王靠近队友的时候 会自动射出一条链子连着队友 那么蓝莉王隐身的时候 大乔靠近蓝莉王会暴露他的行踪吗 我们来看看貂蓝莎的视角就清楚了 实际上只要蓝莉王隐身 大乔连着蓝莉王的链子也会自动消失 所以大乔是不会影响蓝莉王隐身的 接着我们测试蓝莉王和明世影 明世影的一技能和大乔的效果类似 那么明世影跟着蓝莉王会影响他的隐身效果吗 下面我们也来看看貂蓝莎的视角 可以看到蓝莉王隐身后 明世影的链子也是消失的 这也证明了明世影跟着蓝莉王 是不会影响蓝莉王隐身的 反而还会误导对方 以为明世影就一个人 接着我们来测试瑶和蓝莉王 瑶人护体队友 那么护体蓝莉王之后 是否会影响蓝莉王的隐身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貂蝉的视角 测试的貂蝉是开启了敌方头像可视 当蓝莉王刚进入貂蝉视野范围内的时候 瑶的头像是闪了两次 但是人影是看不到的 不过过一段时间 可以在貂蝉的视角上看到 左上角有蓝莉王和瑶的急跑鞋的影子 这难道是暴露了吗 我们再测试一次 第二次貂蝉的视角是 看不到蓝莉王和瑶 不过当蓝莉王现身的时候 瑶会莫名的从别的地方飘过来 也就是说刚刚看到的急跑鞋的影子 其实也是一个延迟效果的表现 所以说瑶护体蓝莉王的时候 是不会暴露蓝莉王的位置 对方看到的蝉蝉只不过是延迟效果而已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牛魔和蓝莉王 牛魔和队友在一起的时候 头上会有盾牌显示 那么这个盾牌会暴露蓝莉王的位置吗 我们一栏来看看貂蝉的视角 可以看到当蓝莉王隐身的时候 蓝莉王头上的盾牌是不会暴露的 不过牛魔头上的盾牌却还在 也就可以通过牛魔头上的盾牌来判断互进 它是否有牛魔的队友 好了今天的测试到此完毕 可以看到其实辅助对于蓝莉王的影响并不大 当你用蓝莉王的时候 该隐身就隐身 别怕敌方英雄能看到你 除非遇到可以开天眼的英雄 比如百里守约 武则天 还有成绩市场等等